上面是不是很大呢 它在那邊走來走去 不知道要有採光罩 它在那邊流過 越南集一宮晚上喝酒聚會 其中兩人爬上這間工廠的屋頂 加一秒一個不小心踩破採光罩 當場摔了下來 警銷貨爆後火速趕往現場拉起封鎖線 就怕由不知情的民眾再次闖入 你看紀錄車三十年才有清晰 都沒清晰 兩個都沒清晰 救護人員在現場對兩人實施CPR抢救 但從三層樓高的屋頂墜樓 傷勢太嚴重 讓兩名男子當場失去 呼吸心跳 兩移工墜樓死亡 發生在四號晚間八點多 台中市神岡區中山路上的一間工廠內 當時有好幾名越南籍移工 在工廠裡飲酒作樂 其中兩名疑似酒醉後爬上屋頂 不小心踩破採光罩 從三層樓高的屋頂甩了下來 兩人當場投入破裂倒臥血部當中 經送往醫院搶救後人宣告不治 經勘查現場後發現 疑似酒醉後爬上屋頂 不慎採光罩後墜樓 經分別射往豐原及清泉醫院救治後宣告死亡 死因是頭部外傷 兩名越南籍移工攀高不勝失足墜樓死亡 後續警方也要持續追查是否是因為 移工為了躲避茶器才會發生意外 並抱情香宴 釐清詳細的死亡原因 靜新聞洪瑞李朱佳麟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